半野花的熊猫真是太爽了 在竹园里自由自在 自己挖竹笋吃 自己亲手采的竹笋吃着就是香 看得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奶爸你今天不用送竹子来了 等一会儿送点零食来就行 有网友说 要是把福珠珠放进来 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想必经常关注福宝的医医们 内心已经有了答案 福宝还在爱保乐园时 他可没少吃自助餐 也不知道是遗传他爹乐宝 还是两位爷爷教的 考虑到福宝回国后的各种可能性 将爷爷不仅教福宝吃饭时 要一只手吃另一只手拿着 宋爷爷还明目张胆地支持福宝打野 所以我们才看到 福宝在院子里熊熊碎碎 宋爷爷在一旁给他把风的一幕 去神树平基地前线狙击手来报 这几天福宝已经短暂外出兜风 想必他已经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 渴望着接触外场的新环境 让我们一起期待 福宝外出后带来的惊喜